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直升机市场上保有量较大 俄方正积极为这些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总经理安德列伯金斯基日前在莫斯科州库宾卡市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俄军方主办的军队2018国际军事技术论坛正在库宾卡举行 伯金斯基在该论坛的武器装备展会上对记者说 中国民用直升机市场发展前景良好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正准备今年11月排代表团参加中国珠海航展 目前俄中双方就合作生产重型直升机的磋商已进入收尾阶段 两国直升机业界的其他合作日益广泛 长期生产重型直升机的俄方单位拥有丰富经验 与我们合作的中国同事具有很高专业水平 两国相关的航空及无线电研究单位和管理机构 正开展富有成果的深入协作 伯金斯基说 他还表示合作生产直升机是个包罗万象的大项目 俄中合作单位可在启动项目后继续探讨相关课题 例如俄方会继续深入了解中方生产的直升机部件性能和市场竞争力 与中方讨论在合作生产重型直升机时采用哪些中方部件 俄方期待就此与中方开展磋商 谈及本次展会上的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展品 伯金斯基介绍 说该公司带来了正在研制的米26TV重型运输直升机的样机 该机型可在全天候 全地形条件下起降 单次可运输20吨货物 这种货运能力在海外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 预计这款直升机将于2019年开始量产 在我们的世外场地 观众还能看到新研制的出口型夜空猎人 米28N攻击直升机 伯金斯基说 该机型在防御和无线电系统方面 均按照海外客户需求做了改进 此外还有经升级改造的米35攻击直升机亮相 该机型更新了武器装备 发动机 机载通信及电子设备 在评论额直升机 在世界各地市场的开拓前景时 伯金斯基说 东南亚地区的直升机市场发展是头良好 其对直升机进口和本土化生产直升机的需求随之提高 俄方充分研究了这些需求 愿与东南亚商家就其进口直升机的类型和本土化生产直升机的模式进行洽谈 据他介绍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在中国珠海和越南 柬埔寨泰国 马来西亚举办的航空展上 着重展示经过约80项重要改进的米171A军民两用客户运输直升机和明 为安萨特运力较小的一款直升机后者可执行巡逻搜救和运输任务 无人直升机市场在不断扩大 伯金斯基最后表示一些商家希望在农业监测油气开采和基地开发等领域用无人直升机取代人工作 业俄罗斯直升机公司已研制数众民用无人直升机量机 在今年5月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 该公司与数家金融机构签订研发协议 合作制造运送钞票和其他贵重物品的无人直升机 以期减少物装押运这类物品的费用 研制工作已经开展 项目开发险景良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